在重都地铁附近 200多万低融几率 零和零湖的房子比较少见呢 旁边就是沾地3万亩 水域面积4000亩的青龙湖实地公园 往方后扇轴部就能到达这块新旷神域的水域 同时被东风渠冰水景观带出环绕 玉带环腰 占据了绝佳的地理优势 一轴一环双亭六花园 规划五重归家里域或八大景观亮点 从设计到布局匠心打造 成为区域内居住品质标杆 这个项目正好气候了人们对生活的至高追求 静谧与繁华相得一张 扩紧中庭与水景相互交融 在一天的忙碌之后 步入小区便是一种放松 项目位于组成东山环青龙湖低密居住区 东近或中游规划的桥头堡区域 又有大运汇加持 离地铁4号线出口约500米 总共占地99目 容金率仅为1.5 以品质军装的改善洋房和小高层为主 板式结构 南北朝向 楼间距最大约65米 更好的景观视野和采光通风 保证了居住的舒适性和私密性 为品质改善型的城市高圈层人群量身打造 教育 医疗 商业 生活 享组成区配套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两天商户的131个平方 40两天双位的户型 进门的右手边布置了一个储物柜 进来之后就是餐厅客厅 户型房镇南北通透 动静分区 客厅外面的阳台有1米8宽 4米1长 站在阳台上收来一元美景 整个房间带精装修的 配备了地卵 新风系统 中央空调 这边是一个六人位的餐桌 餐厅的后面是厨房 这个厨房采用了L型的设计 厨柜厨具也是交付标准 在餐厅的后面还有一个生活阳台 双阳台的设计 整个餐厅客厅的采光和通风效果都非常好 在这边是其中一个卧室 采用了飘窗的设计 在这边是共用的卫生间 采用了干湿分泥的 这边还有一个卧室 可以作为客房或者是长辈房 再往里面走 这边是一个书房 在书房里看看书 办办公 在这样的一片空间里充实自己 从书房出来之后 对面就是一个套房式的主卧 整面墙的飘窗设计 显得既宽敞又大气 整个采光也非常好 南宇分区的双排衣帽柜 里面配备了专属的卫星间 和爱人一起坐在窗台上 听着喜欢的音乐 聊着未来的生活 既浪漫又温馨 目前这里的单价在二万一左右 一套下来的总价在两百多万 还有部分房源 喜欢的话就来看看吧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徐晶 咱们下期再见